就像我们这种打分项目 还是要实力要强 就是你跳下去没有水花 然后包括你起跳空中入水 都是那种非常完美的 就是裁判也不好压你粉 也不是大家瞎 在前不久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 昔日奥运冠军陈若霖 以国际游泳联合会 跳水技术委员会成员身份 出现在赛场上 谈及这次的工作 陈若霖表示 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管理裁判 跳下来他们的分数 我们需要记录下来 因为会有不同的分数出来 有的分高有的分低 就这个动作跳下来 可能应该是八分 他就裁判有自己的理解 或者会给六分 或者会给九分这种 就分差会比较大 然后我们就会记录下来 赛后会开会讨论 就这个分数 其实主要就是管理裁判 然后要给裁判来评分 然后包括是各个方面这个赛事的 比如说简陆啊 然后上场 然后一直到领奖 都会每天有不同的分工 在东京赛场上 14岁的中国跳水小将全红禅 以五跳三满分的成绩 夺得冠军 作为前辈 陈若霖在现场见证了全红禅的夺冠时刻 直言好激动 好厉害 其实还是蛮激动的 因为其实他训练水平就非常高 像比赛那些动作 我们在训练场就经常能看到 但是呢 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嘛 在大赛中 尤其是像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能够把平时的训练水平给跳出来 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对所以还是能发挥出来 我觉得好厉害 谈及此次东京奥运会的观赛感受 陈若霖说 自己对每一场比赛都印象深刻 更为中国跳水队的健儿们感到骄傲 其实我觉得每一场比赛还都是印象蛮深刻 因为我们队有几个大姐姐 也是像世里茂也是参加了第二姐 因为我跟世里茂认识了非常久了 然后就这一路就特别不容易嘛 他拿到冠军就很为他感到骄傲的那种 也是曾经一起作战的队友嘛 然后有几个小朋友也是今年参加的第一届奥运会 也是刚开始 就感觉 就是我们中国跳水队还是人才济济 还是有很多人能够一直在这个赛场上 然后给大家来呈现一个 这么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表演吧 谢谢大家